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跟艺术资源 其中布袋系就是相当重要的文化传承 2023年1月14号下午 文化部文资局 特别在台中市复兴路文化资产园区 1916公坊的西区 举办一年一度文化传承教育成果展 展出68种重要作品 展期到3月19号为止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教育 一直到推广 把美学 把文化资产 推广到全台湾的各地 希望能够把文化资产的美好传送给各位 文资局专门委员洪益祥说 今年的诚意展览 分为知 巧 色三个主轴 邀请竹腾编织艺师张献平 七桃器工艺家史嘉祥 台中生五周掌中聚 剧团团长王英俊参加 让民众了解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性 我们1916的工坊 都持续的在就这个文化资产的传承教育 创新设计 整合推广的工作 广邀领选优秀的业者 来过来我们这边 办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作 文资局的这场活动 除了有动态跟静态的展出之外 还举办各项展览跟讲座 希望让民众了解传统工艺的精致之美 也让台湾丰富的文化资源 能够持续传承 记者陈文旭 萧友金台中报道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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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讲的心 买糖 通关门门